今天是隨便找的隨便找的就在新竹市區隨便亂走 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家店是怎麼樣吧 石坦令牛排 好 各位我們進來這個石坦令的牛排館 這邊的價位我剛剛有稍微run一下 屬於中階價位啦 跟台北之前比較頂級的那種牛排館比的話 這邊價錢會比較低一點點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這邊的環境其實來說 不比那些高級的差 這邊環境也算是寬敞舒適 所以說這邊有名的應該也就是它的牛排的部分 所以我應該會點一個牛排支持看 它牛排最貴最貴啊 989而已 就算你點那個最貴的底極樂野牛排 989而已 它也是一個排餐的概念 它也還是會有一些副食給你吃 好像還可以接受 好 我們點雪花 雪花也是蠻便宜的 我跟你們講 雪花為什麼會挑這家店要吃呢 我們剛剛在新竹巨城裡面逛很久 就是找不到一個 理想的想要吃的餐廳啦 然後看到對面有這家牛排館 然後他居然有賣漢堡堡 所以雪花就是為了他的漢堡堡 衝擊這家店 這家店也是我哥雪第一次進來 不知道他會是好不好吃啦 這一個是套餐附的玉米龍湯 套餐要加一百元才有喔 一百元有 玉米湯各一杯飲料這樣 這樣今天 今天先走路辛苦 很辛苦 然後還吃不到什麼東西 這是你今天的第一盤 很可憐 洋蔥味有點偏重耶 那個紅腿的味道 好好喝 看起來吃得津津有味 就知道這個玉米龍湯 不一般啊 再來就是我的雪花牛 390塊錢8號吃 那邊是生的漢堡堡 還蠻好吃的感覺 而且很香喔 他生薑牛肉漢堡 那個薯條也未免太奔放 所以這個250而已 算便宜啦 小小的 而且他還可以搬你切一半 牛排的部分 他本身就是一塊牛排 8號吃 太不良的配菜 先選香料飯 然後我選玉米這樣 我先切一下我的牛排 這個肉感覺很難咬 很Q的啦 很Q的肉 你覺得直接咬就不錯了 他有點那種太燒的味道 有沒有大口咬肉的感覺很爽 他的肉真的很軟 他生薑牛肉漢堡 這個豪邁的吃法 給我鮮擁有 他的發生醬的味道好濃 好吃嗎 有沒有幸福 有沒有 有沒有愛我 我愛你 你看他薯條感覺細細的 沒什麼 他其實吃下去有那種飽足感 鮮把它咬成這樣稀巴爛的給我吃 你看他多愛我 還蠻好吃的 漢堡還蠻出色 其實我覺得他漢堡做的比牛排還不錯耶 我覺得他這個漢堡肉的意思 要自己手工做的 才這麼好吃 我之前好像有吃過花生醬的漢堡 但是沒有這種喜愛 這個還不錯 麵皮好軟喔 雖然說麵皮吃起來很好吃 但是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味道不夠重 而且 有點小油油的 這個飯啊 有點像炒飯 所以他旁邊這邊會有點小 焦焦硬硬邦邦的 他這邊還有賣義大利麵跟燉飯 肉給你吃 你吃飽了點 吃飽好壯壯 然後才會長高 才會肥嘟嘟 然後大家才會說你醜 好啦那你幫我做個結尾好不好 醜啊 宣女神 不要 宣小胖胖 喜歡影片 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 到金盤還有訂閱 啾 每日五點發布影片 大家要我們拜拜了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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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